《爱恋桃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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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让人家感到开心 对像那个小南姐讲到那个吉他鸟 其实在画面上用一些色块去做组合 然后这个那个颜色都是 色彩合度比较高一点点 然后蛮鲜艳的感觉 然后那个吉他鸟有很可爱的表情 我想真的是看的人不自觉的就会发自内心 就跟着那个吉他鸟一起笑开来的感觉 说真的我在构思的时候我自己也很开心 然后我在画的时候 好比说有一张是游戏嘛 然后我就在幻想那支吉他鸟是在这个无限谱上面转圈圈 然后就一直画一直蛮开心的 对所以其实画画这件事情自己高兴 而且把这一份欢乐感染给欣赏你的画作的朋友 而且我觉得就像小南姐刚刚有提到的 就是怎么样让自己的画作有一个独特的风格 有很鲜明的表记 大家看到这个画会知道说 哦这个就是林小南的作品 那现在已经很成功的 有几个既有的形象既有的风格主题 我想这个是在你的绘画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那当然其实这一路走来 小南姐画了很多作品 又办很多很棒的展览 在关于绘画的路程上 你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下一段节目当中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如同学的素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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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還蠻好玩的 就隨著那個時間流逝 好像旁邊的人也一同參與了你這個創作的一個過程 然後我也參與了他們的旅程的一個部分 彼此分享 欸不過我發現 就是在你的這個旅遊速寫的部分 像跟你剛剛提到你的另外一系列創作 就是那個鋼琴啊 吉他的這個部分 在用色的選擇上頭好像不太一樣 哦 速寫當然它只是黑白嘛 就比較簡單一點 單純 單純 比較單純一點 那其實光用黑跟白來做呈現 其實也是比較著重在線條跟畫面的構圖上頭嗎 在我的畫面大概是這樣 就是用墨色來區分前後遠近 然後等於是我畫完之後 在我的畫室我要轉成那個畫布上面的時候 因為它是黑白 所以我對於色彩有更多的想像 比如說我不一定要畫成它原來的風景 就是原來我們所看到的樣子 我可以用很單一的色相 然後很很單一的 比如說我今天這一幅我想畫藍色 藍調子 那我就把它變成藍調子 那就完完全全是一個不同的光景 對 你是變你獨一無二 對 就是完全不同照片或是什麼 就不純粹是去copy 複製那個風景而已 對 就是把你自己的創作的意念把它關注到畫當中 對 對 那除了說你剛剛提到說去住家教這個旅遊經驗 對 那在這次整個展出的作品當中 有沒有哪幾個是你自己特別喜歡 或者是在創作的過程當中 特別有故事的地方 我們先稍微休息保留一下下 下一段節目當中 再請小能起來跟大家分享 好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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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每周日上午10点到11点 请听桃园在地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一档很特别的展览 是在我们中立市的政大街这边的1910 Gallery 正在展出色彩的旋律 林小南的油画创作各展 那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请到大家很熟悉的南方二重场当中的小南方 林明华小姐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她的作品 刚刚聊到说这次展出的作品其实很丰富 有66幅之多 就包括速写 包括速写 包括油画 油画 对那其实在这样这么多丰富大大小小的作品当中 我想应该有一些特别的创作的故事 或者是让你自己特别钟爱的作品在这个当中 所以请小南来跟我们聊一下 像比较有趣的那个故事就是 在西唐 比较近 对对对 在西唐的时候 我不知道那天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反正 反正呢 我就在画的时候 就是会有一些老伯伯或是 就会说 你哪个学校啊 毕业了没 我都很想说 我可能跟你的儿子一样大 可见你就是看起来这么的青春 有活力 让人家感觉很像 就在户外做写生的时候 让人家感觉很像那种美术系的学生 还在那边学习的感觉 有可能就是那一天 刚好有蛮多的学生的 对 那也有可能就是 我本来天生个儿就比较小 我常说我就是靠刘海这个 留住青春 然后靠我的身高隐藏年纪 对 就像大家感觉就是很青春洋溢的感觉 对 然后后来呢 那一天的同一天下午 又到了另外一个点 然后又有一个大妈来跟我讲说 你那幅画可不可以送我啊 她好像说 同学啊 毕业了没啊 那幅画可不可以送我 然后我就想说 诶 奇怪为什么她怎么会跟人家要画啊 然后我想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然后后来 原来上网就表示说 西唐的人他们打招呼的方式就这样 因为很多人到他们那边去画画 对 所以她就是他们打招呼的方式 就很特殊 也很自然会这样用这种方式 好像去跟你开启一个话题 对对对 对没错 所以其实在外头写声真的很有趣 很有趣 因为就是别人也都会看到你在那个当下 对 然后有时候你也可以听到那个旅行团经过 有没有 然后导游小姐就在就介绍说 哦这个桥呢 是这里最高的桥什么的 很好玩 对所以其实在户外画画跟 关在自己的画室里画画是不一样的感觉 对 对那讲到说 创作的感觉哦 我想大家应该也跟我一样很很好奇 就是像 小南方你们自己 除了说绘画 还有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你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歌手 其实这两件事情都 跟艺术创作有关系 你自己觉得在不管是音乐或者是绘画上头 你自己的呈现或者是感受上头 在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相通或者是很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觉得创作它就是无中生有 包括这个音乐的创作 包括在面对画布的时候 其实每一次要进入那个领域 那个精神状态的时候是很兴奋的 就是你又不知道待会这块白布会发生什么事情 它结束以后会带给我什么样的冲击 我跟他之间的对话 就是一面再画一面是很安静的在思考 那他们两个的相通 我常讲一句话就是说 绘画是无声的音乐 音乐是有声的绘画 这样子的比喻 大家大概就能够想象 对 他们其实就是一个跟生命比较不一样的 超乎写实的范围 超乎我们日常生活经验的一个 比较是心灵层次 情感层次的一个感动 对 所以其实刚刚爽的你这样讲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哦 因为我们会觉得说你是一个创作者 好像应该创作出来的这个东西都完全百分之百是在你的handle 在你的掌握之中 可是这样听起来感觉作品它好像自己有伸出一个生命 来跟你对话 对对对它有时候会有自己的路要走哦 嗯嗯 对它有它的生物性 就也许它很有机的 对 你想要画这样子 哎 可是突然一个念头 可能另外一个你 嗯 或是它 画布 它就会带领你走向另外一个 这是很有趣 这没有办法形容 对 创作的过程当中 对对对那是一个 不一样的风景啊 就是呈现给你不一样的 你要这样 可是我可能会给你一些禁忌 嗯 对 所以作品自己也会发展出来 它的这个生命 对 哎不过讲到创作这件事情哦 在你画了这么多年的画 或者是说隔场的部分 嗯 你自己觉得会不会有遇到一些瓶颈 或者是你觉得有困难的时候呢 瓶颈是会的 嗯对 就会思考说 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呈现它的趣味 嗯 其实思考会比画的时间来得多 嗯 那在那一关还没有过的时候 就是你会画的很不顺 嗯嗯 甚至你画完以后你自己不满意 全部会刮掉 哦 对 从头再来 对刮掉以后先摆着 然后不要理它 嗯嗯 可是我觉得有一些失败的过程 真的很珍贵 嗯 对 就是这些失败就告诉你下次 要怎么去把这个变成成功吗 或是变成一个更有意思的画面的感觉 嗯 对 所以遇到有困难或者瓶颈的时候 对 干脆就稍微放空一下 对 稍微缓下来 缓下脚步 对 休息一下 得静一静 也许过一阵子 那个不同的对于创作的想法或灵感 这个工作中的这个辛苦或痛苦 对 来应对的方法哦 对 其实只要好像只要走过那一关 欸作品就会带给你不同的体验 对 带给你不同的风景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是要去旅行 嗯 因为旅行你可以跟驾驶撇清关系 嗯嗯 不管是画面 或者是他给你的心灵的反应 嗯 他告诉你很多事情 真的 大自然教会我们很多事情 对 我想在你的画作当中 也可以感受到大自然那个温暖的能量跟力量哦 对 对 那我们还先稍微休息一下 下一段节目当中呢 再继续请小楠姐来跟我们分享创作跟你的生活 好 谢谢您 收藏 Sep 现在 是 o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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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继续收听 爱恋桃花园 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 邀请到黎明华小南方 来跟我们分享 你的绘画创作 那我想其实刚刚 那个小南姐聊了很多 关于创作的 不管是你自己设定的风格 如何在创作过程当中 去建立 让大家对你印象深刻 让大家一眼就可以认出 这个是小南方的作品 那还有很有趣的一些绘画创作的经验 我想就是包括说 你刚刚也有提到 怎么样去克服创作当中 遇到的瓶颈 除了说有瓶颈 其实在整个聊的过程当中 我感觉到你都 讲到画画这件事情 好像对你来说真的很开心 对 真的是非常 不知你有这样反应 很多人都这样反应 我相信就是有跟你聊过这个部分的话 应该都可以感觉到 感觉好像画画这件事情 好像真的就是 带给你很多的喜悦 它好像就是 生命里面就是一个 你必须要做的事情 那你做它的时候 你就是会让自己开心 你好像吃到一个 很好吃的餐点 所以不会觉得累 不会觉得辛苦 它就一个幸福感 一个幸福感 画画除了带给你自己幸福感之外 你主要想透过画画 带给欣赏你画作的人 什么样子的感觉 或者是感动呢 其实很久以前 我在画印象派的时候 就有人跟我讲说 为什么看你的画 我会自动安静下来 然后会让我觉得很宁静 而且有时候会开心 那一个接一个的 这样跟我反应 我就会觉得说 既然是一件好事 那就继续做 然后包括在画 这个钢琴系列这个 我主要是 除了是我自己的发想 跟一定要把我这个脑筋里面 那种古怪的点子 发泄出去之外 我觉得就是让人家要开心 就好像你在讲一个笑话 或是你在聚会的时候 你在耍宝 就是好像带给人家开心 自己也会很开心 那种感觉 大概就是一个意义 对 这个真的是很纯粹的 不复杂 我们也没有讲什么大道理 我们也不是要讲什么很艰深的 很深刻的东西 是真佛直画家常 真的 就事实上大家很轻松的 从这个画面当中 不管是短暂的一眼撇过去看到 或者是停留在画面前面 好好的驻足欣赏它 我觉得就会有不同层次的 这个喜悦 跟感动在这个当中 对那画画这件事情 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 除了你刚刚有讲到说 就像每天如常要做的一件事情 你觉得它带给你的生命当中 最多的收获是在哪里呢 我觉得交朋友 交朋友 因为因为去画画 去了很多地方 好比如说我就喜欢带着画具 然后到 就找一间咖啡厅 很好 因为我们一定要吃三餐 那咖啡厅很安全 然后又有很多的色彩 然后你就可以经由在 就用餐的过程当中 你就跟老板认识了 或是跟一个有缘的人认识 然后你就会变成很好的朋友 我真的就是从 阳明山上的一些咖啡简餐店 一直到内湾的咖啡简餐店 我都有认识 就是等于开这样咖啡简餐店的老板 他们都有一些 艺术上的一些追求 或是意念这样 我觉得就是讲话大家同时性 那就会不断的联络 就是不会断掉那个联络 然后就一个点接一个点 我觉得一面写生一面交朋友 那自己画画朋友 也有他们自己画画的朋友 然后就大家 反正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 对 而且这个网络就连结起来 对 然后大家有 也许大家都是在不同的岗位上努力 但是共通的点就是喜欢画画这件事情 或者是喜欢欣赏画画这件事情 对 那我们聊的就是 好吃的好玩的 哪里好画 哪里真的很不错那个点 我觉得生命这样就变得很丰富很有趣 真的 这个就是因为绘画这件事情 让你去认识更多不同领域的朋友 对 交到很多好朋友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次画作 我们再跟更多朋友来认识 对 对 对 那也再次邀请大家哦 因为这一次我们的这个展览 色彩的旋律呢 在我们中立市的正大街 1910 Gallery这边呢 展出一直到8月底 8月31号为之哦 我想真的很值得推荐给听众朋友们 可以到现场近距离的来欣赏这些画作 那尤其配合我们那个建筑物 古色古像的建筑物 我觉得小男的很单纯 很pure的那个速写 或者是色彩很缤纷的 你的钢琴吉他的创作系列 放在那个空间里 真的都别有一番风味在这个当中哦 对 然后希望大家就是会喜欢 然后去看看画 然后去吃吃1910 Gallery 那个好吃的餐店 对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美好的生活的饗宴 对 不管是味蕾上的享受 或者是视觉上的享受 那当然我想在这个画作当中呢 绝对会带给大家很多喜悦 幸福的感动 对 希望 好那今天也再次谢谢小男姐 谢谢 谢谢爱妮 来给我们分享你的作品 谢谢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